人说啊 有喜事啊 就有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可是俺呢 既没孙子 也少个儿媳妇 就是喝着再好的甘红 也喜庆不起来啊 等一会儿这俩小子回来 我真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爸 爸 孟年回来看您了 大过年的 给您带了两瓶喜庆甘红 您这儿有啊 跪下 我拿回来 爸你是不是真换传看多了 少废话 怎么了这是 爸我回来了 我特地给您带了一瓶 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你看我们带两瓶 他还带一瓶 都一样的 你为什么又不带女朋友回来 惹爸生气 我 哎呀 又这样 每年都是这样 不就没有带女朋友回来吗 你给我少废话 安静 我现在宣布正式开庭 我今天就要好好地严行严行 考打你们两个不孝子 小杰 爸让咱们笑 哦 能听到你吗 你能不能说点 办点正经事啊 我怎么不办 你有没有读不读书啊 有没有文化 上不上学 上过几年学你啊 净干什么了你 爸您下班了 别这样 你别以为你 你有什么话好说 我 爸祝您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不快乐 为什么呀 无后 而且我就知道 咱们俩不是爸亲生的吧 说什么 长相也看出来了对吧 有这么跟爸说话的 站好 很开心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兄弟 我指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什么 没孙子 知道吗 快装一个 笑什么笑 说相声呢 不是爸 你看这个事 他也着急急不来呢 什么事 靠缘分嘛 对不对 今年有没有希望 明年呢 明年啊 明年没有 你是不是不行了 哎呀 这个事您好多事 他着急急不来 而且文小这边 他也不是完全没动静 是吧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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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嫂子饿了 饿 你们那边饿的就这样啊 少废话 少废话 看来呀 我这次开庭啊 还真是很有效果的 对对对对 来来 有喜事啊 咱们赶紧把酒打开 咱爷俩干一杯 那快一点啊 这酒可不是白喝的 是吧 十个月以后 你给我来个大胖小子啊 看看 你 你看看你哥哥多有出息 孩子有了 房子也有了 车子也有了 你有什么呀 你呀 就是不学好 用我的话说 你懂不懂道理啊 你有没有文化 你上过几年学啊 读过几年书啊 不读书 不看报 不学习 对不对了 我当时让你选文科 就是考虑到这会儿呢 长大以后 找媳妇 好找一点 结果呢 到现在连对象都没有 就因为你一直没找到媳妇 害得我对着如此好的美酒 葡萄美酒 夜光杯 我都愧对她呀 就像哥说的 您都下班了 就不要再骂了 我交到女朋友了 真的 好 快 把证件拿上来 她的照片 她的照片 交到女朋友 漂亮 漂亮倒是还蛮漂亮啊 天啊 不过我想问一下这媳妇啊 她到底是干什么的 一会儿像教师 一会儿又像空姐 一会儿又像护士 一会儿怎么又像个陪酒的 你到底找的谁啊你啊 不不 小姐你那张呢 哪一张 警察那张呢 哪儿 哎呀 我特别喜欢那张 放另外一面口袋 还有警察的 到底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欺负我老人是吧 不懂是吧 爸 你知道吗 这都哪儿来的 你不认识的话 说明您这个人特别正直 我本来就正直 这哪儿是什么 他交的女朋友啊 这都是他从我电脑里 吓走的那些 你小子敢欺负我啊 敢哭弄我啊 不是不是 爸不是这个意思 这哥的 你小子活该找不着女朋友 活该 明年我等着你回来 跟爸这儿出柜啊 等着吧 爸是这样 你不能这样了 我跟小杰回来一趟 多不容易啊 忙活一年了 回来就想看看 您感受感受亲情 享受享受千伦之乐的 您这个一回来就逼这个 一回来就逼那个 我们现在 我们都不爱回家 你不知道 我抱孙子心切吗 我们老人呢 就希望过年 家里多几个人喜庆啊 想喜庆啊 好办的 想喜庆 我们不是有 黄轩法国喜庆肝红吗 来来来 小杰吧 哎 大过年的 咱们就别再为这点事 这个说来说去了 咱们喝点酒吧 好吧 明年呢 我们小杰争取 让您得偿所愿 还不行吗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我就饶了你们俩了 我现在宣布 极品家庆大法庭 休庆 好 那就是 有喜事 李秀勇 黄轩法国喜庆肝红 生日快乐 干杯 谢谢 谢谢快乐 谢谢快乐